军在前哨是邓丽君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深入陆海空三军的基地所拍摄的 这个节目不仅可以听到邓丽君悦耳的歌声 还可以看到陆战队抢摊 挖人操舟 飞机战舰的战备音资等 平常难得一见的镜头 军在前哨也受到国外电视台的注意 日本 韩国和香港都要求卫星输送录影的片段 使邮邦人士除了可以看到邓丽君的风采之外 更能够了解我国三军的壮大 军在前哨将在明天晚上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在台式播出